画面上是基隆六大工商团体年度团聚联谊的场合 包括市政府副市长邱佩玲 经济商业团体主管局处首长 与基隆的重要工商业意见领袖齐聚一堂 互相沟通 共同思考 如何让基隆的经济更好 提供更多优质的就业环境 商业会 渔会 农会 体育会 工业会 还有我们基隆市总工会 甚至属于基隆市的六大工商团体 那至于我绝对会创造说 我们基隆的一个整个经济的一个起飞 因为他们本是商业会 工业会 渔会 农会 他们一定需要人才 但是我们基隆市总工会 刚好在这一期会会栽培人才 拿到证照 回到职场去 当然他们老板有了工人的协助 他们的公司的盈利是状况一定会 图为猛进的 将来会带动我们基隆市的整个 就是经济的效益跟收入 这个基隆市六大工商团体联谊会的创会召集人 是商业会与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郑理事长表示 这是全国首届的一种联谊会 显示基隆人的在地团结传统 希望说这办事全国唯一有这个团体 因为这些占基隆最多占一半所有的做生意的都是商专管 不管说轮船 国际轮船 还有包括冰葬业旅馆都是商业总会底下的工业会 工业会是我们基隆 道轮工业区还有我们的六堵工业区 很多时候大的工厂都是工业会 然后总工会底下有100多个会员 包括农会 仪会 体育会底下有60个单项七个七 所以基隆市的大团体差不多这边占了一半 所以这个可以占了一半 我想今天是个蛮重要的日子 我们基隆市的六大工商团体这样一个聚会 那今天做东的是我们基隆市总工会的理事长 那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这种工商团体吃饭 大概就是一些企业家老板吃饭而已 但我觉得基隆最特别的地方是 他有把我们工会的龙头也特别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组织 那代表了在台湾企业界跟工会 对的一些我们让基隆市民更好的目标 是大家团结在一起的 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包括农会与会都有参与 所以我认为在其他的县市也许可以仿造 像基隆有这样的一个六大工商团体的吃饭餐序 那我觉得重点不是在吃饭 其实在交换意见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包括市政府包括市印 我们长期都来参与相关的活动 就是希望借着这样的沟通联谊的过程当中 让更多好的公共政策 工部门做的不好的部分 也能够倾引他们的意见 让大家能够彼此改进让基隆更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江定发理事长 来承办我们这个六大工商团体的一个联谊参会 那今天有总工会代表 我想各个大的团体都在这边 那我们已经透过今天这样子的交流 大家一起来讨论面对我们未来基隆港转型 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 那如何来面对跟因应 那也各方面也缺工的问题 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讨论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我们代表基隆市议会也全力来支持 那我们未来的产业转型 也希望大家共同的投入参与 让我们基隆在未来的蓝色经济 等等的发展上面都可以有更好的这个表现 那过去也让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让劳资关系能够彼此对话 彼此沟通 所以彼此的关系是非常的和谐 融下 那未来呢 在劳资两方 他们有任何的这个产业的问题也好 或者是工会的一些权益的一个促进等等 我们都会努力的在从中来 帮他们来进行协调 让双方能够在共荣共好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一起进展他们的一个工作 身为基隆子弟的内政部长林又昌 也特别赶到现场 来与基隆相亲寒暄互动 同时也为中央跟地方增加更多的沟通联系管道 让基隆的发展越来越好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张个音乐 请查理 motions